今天我要给你解读的这本书是《自卑与超越》 它是心理学大师阿德勒的经典之作 它会告诉我们如何克服自卑 超越自我 改变人生命运 我们通常会认为只有条件不好的人才会自卑 比如个子不够高 长得不够漂亮 或者学历太低 家里太穷 然而阿德勒认为自卑感人人都有 那些看上去很强势 很傲慢 做事不容置疑的人 他们心里面其实也隐藏着与外表截然不同的自卑感 这本书的作者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曾经也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 他相貌平平 身材矮小 驼背 患有软骨病 四岁才蹒跚学步 不仅如此 他还有一位非常出色的哥哥 两个人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更加加重了他的自卑感 他不仅天资不好 就连运气也不好 幼年就经历过两次车祸 早早地体会了死亡的恐惧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先天不足 后天不顺的孩子 为了克服自卑 超越自己 立志要做一名医生 经过不懈的努力 他真正地上演了一部《青蛙变王子》的故事 最终 他不仅成为了医学博士 还被赫赫有名的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赏识 成为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第一任主席 被誉为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 但是 阿德勒的学术观点却与弗洛伊德不太一样 弗洛伊德强调先天生物因素 认为人的行为都有性驱动 阿德勒并不认为人的命运都有先天决定 他更强调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 认为人的行为受个人目的和社会驱动 一个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使得阿德勒最终和弗洛伊德决裂 并且创立了一个新的心理学流派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个体心理学 个体心理学重视个体后天的努力 阿德勒认为 如果一个人可以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 就能有勇气战胜先天限制 克服自卑 超越自我 可以说阿德勒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超越自卑 改变命运的典型案例 这也正是他创立个体心理学的基础 我们今天讲的这本 自卑与超越就是个体心理学的代表作 他于1932年出版 英文名字直译过来 就叫做生活对你应有的意义 之所以被翻译为自卑与超越 是因为自卑是阿德勒个体心理学最为核心的概念 而超越自我也是所有人一生的追求 这本书自出版以来被翻译成了十几种文字 畅销多个国家 马斯洛 莫菲等知名社会心理学家 都对他大加赞赏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如何超越自卑找到生活的意义 我将通过四个问题为你解读 一 人为什么会自卑 二 自卑会带给我们什么 三 如何克服自卑超越自我 四 什么是生活真正的意义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人为什么会自卑 我们前面讲过 很多人以为只有条件不好的人才会自卑 但是阿德勒认为自卑感人人都会有 当现状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期待的时候 人就会自卑 比如有一个姑娘 有着人人羡慕的高挑身材 却因为个子高站在一群女生当中显得很突兀 班级排队也总是被排在队伍的最后面 这让他有种被孤立的感觉 为此他既苦恼又自卑 继而开始逃避社交 类似这样的案例 我们在心理咨询当中经常遇到 他人认为的优势所在 在当事人眼中却是一种悲伤 那么有了自卑感怎么办呢 坐以待毙吗 并非如此 阿德勒说了 自卑感本身就会促使我们做出改变 然而当我们对现状不满的时候 还有一种力量会促使我们做一些事情超越自我 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 这种力量就是优越感 说白了 就是想做人上人 就像人人都有自卑感一样 人人也都有对优越感的追求 希望自己可以摆脱现实的限制 阿德勒认为 优越感是对自卑感的一种补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举个例子 你问一个小学生 他的理想是什么 很多孩子会说他想做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不得不面对自己弱小无力的现状 而做老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让他觉得自己有力量 可以控制比他弱小的人 在孩子的世界里 老师就代表权威 拥有权威可以让他的处境变得更好 从而获得安全感 想成为老师这个愿望 就是对优越感的追求 也是对内心自卑的补偿 阿德勒还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发现从小体弱多病 或者是经历过家人病故的孩子 常常会努力成为医生 这让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对抗疾病和死亡 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多一些安全感 阿德勒自己也是这样走上学医道路的 并因此完成了从自卑到超越的过程 所以自卑感和优越感就像是镜子的两面 自卑感就如同镜子的暗面 对现状的不满 让我们迫切想远离现在的处境 而优越感就如同是镜子的亮面 那里的光明吸引着我们向前冲 小到个体 大到社会 无不如此 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识 就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识 才能齐心协力 促使科学进步 可以说自卑就是为了超越自我而存在的 但是自卑一定会让我们超越自我吗 这可不一定 比如一个人外表强势 不允许别人提意见 他压制别人 好让自己觉得比别人强 从而获得权威感和优越感 但这并不能让他真正的突破自我 再比如说 如果做老师是为了用权威压制学生 来彰显自己的力量 做医生是为了主宰他人的生命 显得比别人更有优势 那么阿德勒认为 这样的人也很难真正克服内心深处的自卑感 因为他只是利用别人和自己的差距获得安全感 而这并不能够抹平他对现状的不满 所以他会继续自卑和不安 由此我们就会产生第二个问题 自卑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 阿德勒说 自卑带给我们动力 但是他也特别强调 我们要避免陷入自卑情节 这会让我们误入歧途 比如一个从小家境贫穷的孩子 想吃什么吃不上 想穿什么买不起 他可能会自卑 当然他就可能利用刻余时间打联工挣钱 让自己的日子好过一些 他也可能更加努力的学习 希望改善以后的生活 让自己的孩子不再受穷 这个时候 自卑让我们更加努力做事 不断改善生存环境 从而超越他人 也突破了自己 最终获得优越感 这样的行为 在阿德勒看来 就是对自卑的积极补偿 他会给我们动力 但是也有的孩子 会把父母辛苦赚来的钱 用来装大方 请朋友吃饭 还有的会自怨自艺 或者抱怨父母憎恨社会 他会想 是的 这不是我的错 这是社会的错 这是父母的错 我本应该得到照顾 有些甚至故意举止傲慢 来掩盖自己自卑的内心 我没钱 其实我根本就不在乎钱 这样 他就会陷入了 虚幻的优越感中 好像对成功不屑一顾 也不再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 在阿德勒看来 这就是对自卑的消极补偿 他会让我们误入歧途 对自卑的消极补偿 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 借此获得的优越感 也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我满足 并不被社会认可 这样下去 他的问题会越积越多 自卑感会越来越重 久而久之 当他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 都会采取这种方式 认定自己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陷入了阿德勒所说的自卑情节 阿德勒在书中讲了一个少女的故事 她生来就不被家人喜欢 12岁起便开始和男青年私混 还有着长达10年的盗窃室 这让女孩和母亲的关系极差 这个女孩对阿德勒说 说实在的 我并不喜欢偷偷摸摸 也不喜欢和男孩子混在一起 我这样做是让母亲知道 她根本管不住我 阿德勒说 这个女孩明显感觉到母亲不喜欢自己 所以很自卑 她试图通过报复母亲 证明自己比母亲厉害 来获得优越感 结果只让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糟糕 陷入自卑情节的人 为了减轻焦虑必然会积不择实的争取优越感 反而更容易误入企图 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陷入自卑情节 实现自我超越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 阿德勒在本书当中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在自我超越的过程当中 我们确立的生活目标会影响我们的前行方向 生活目标简单来说就是你想要得到的结果 阿德勒说 人类想要登上月球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就会想尽办法 努力克服人类身体和地球重力的限制 而你想上北大清华 哪怕寒窗十载也会在所不惜 回到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女孩 她之所以表现的不可理喻 是因为她定错了目标 她认为要获得优越感就是要报复母亲 这个目标决定了她的行为 即便她不再和男青年私混 不再偷东西 她也会通过其他行为来报复母亲 但是如果她调整了自己的生活目标 努力完善自己 让自己变得受欢迎 以此来实现真正的优越感 那么她的那些问题行为自然会消失 再比如有个孩子 所有人都嫌她懒 但不管家长和老师如何批评 都无济于事 因为她的懒是有目的的 她想借此来寻求家长的格外关注 懒只是她的一种手段而已 可见一个人的目标决定了 她会怎么做来改变现状 这是人们能否实现自我超越的关键 那么在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了 一个人的生活目标是怎么来的 万一我们确立了错误的目标该怎么办 弗洛伊德的先天决定论认为 童年经历形成的潜意识 对人的一生有决定性作用 行为主义的创始人 著名心理学家 华生则认为 环境决定一切 他说只要给他一个孩子 他可以把他塑造成任何想要的样子 我们也常说 这孩子生来就是这样 或者都是父母教的不好 阿德勒也非常重视童年经历 但是他认为人的心理虽然不能够脱离遗传和环境 但也绝非完全由这两者决定 人们有权决定自己的思想 因为人们会对事情产生个性化的解读 而不同的解读会造就不同的生活目标 比方说 同样是童年有过不好的经历 有人会想 我要努力改变这种情况 让我的孩子不再遭受同样的痛苦 所以他的目标就是努力工作 追求更好的生活 有的人却觉得 世界这样对我 我为何要善待世界 所以他就想要报复社会 但是阿德勒认为 即便人们一开始把目标定错了 也没关系 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重新解读过往的经历 修正生活的目标 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解读经历 找到真理的过程 这也是超越自我的过程 比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位 因为个子高而自卑的姑娘 如果她重新看待过去 就会发现 大家并没有因为个子高而孤立她 而是因为她陷于自己的感觉 不主动参与社交 逐渐与大家疏远了 那么她就会多一些主动性 少一些对自己的批判 人际交往问题也迎刃而解 那么当我们觉得自卑沮丧的时候 可以从哪里入手 找到问题 重新确立新目标呢 阿德勒给了我们两条途径 来探索这个问题 第一个途径是早年记忆 阿德勒说在所有心灵现象当中 最能暴露秘密的就是个人的记忆 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案例 咨询者是一名女性 她总是仇视 忌妒和打压年轻女性 无法与她们建立良好合作 阿德勒帮她回溯了童年的记忆 这才发现 小时候被家人要求推迟上学 等妹妹到了上学年龄了 再一起上学 迁就妹妹 让她觉得自己备受冷落 于是战胜年轻女性 就成为了她的目标 而这也正是她成年之后 会仇视年轻女性的原因所在 在回顾记忆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是 记忆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并不重要 它的最大价值在于 我们对自身以及环境的判断 比如 他们总是侮辱我 我早发现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些判断都可以帮我们发现问题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梦来了解 阿德勒认为 当一个人想要的东西 与生活常识不符的时候 就会做梦 梦可以让人避开常识 坚定自己的目标 比如书中提到了一位女性咨询者 她从小天生立志 备受宠爱 这让她觉得自己就应该被人照顾 但是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没有人一直需要 并可以得到别人照顾 因为她不想面对这样的现实 所以总是梦见自己孤身一人 非常害怕 而她的梦让她可以理所当然的逃避常识 坚定自己应该被人照顾这个目标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遇到类似的情况 一个希望不劳而获的人 尽管常识告诉她 赌博会让很多人倾家荡产 但是她依然希望靠赌博报复 这个目标会促使她幻想 报复之后的生活 激发她撇开常识去赌博 这种幻想就类似于梦 就是为了支持她想赌博的生活目标 当我们从早年回忆和梦境当中 了解过去的经验如何影响现在的目标 我们就有机会 从新的角度去重新解读过去的经验 建立新的生活目标 但是对经验的重新解读 在阿德勒看来并不那么容易 它受制于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生命的意义 这也是阿德勒个体心理学 与传统精神分析不同的地方 传统精神分析法是中性的 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具有价值观 他认为 人活着都有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 通俗的说 就是我们想知道 我们为什么而活 来到世上走一遭 我要给世界留下些什么 而这正是建立生活目标的基础 那到底什么是生活的意义呢 我又该如何找到它 这是我要讲的第四个问题 阿德勒认为 生活真正的意义 存在于人类生存 所必须面对的三大事实当中 它们分别是 第一 我们生活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 必须发展个人的生存技能 与他人资源互换 第二 我们无法单枪匹马应对所有困难 必须与他人产生联系 借助群体的力量 第三 人类有两个性别 要繁衍生息 就无法回避爱情和婚姻 这三大事实对应的是三个问题 它们分别是职业 社交和婚姻 阿德勒认为 要解决这些问题 都需要与他人产生关系 归根结底就是 我们必须与他人合作 我们生活的意义 也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 以及合作当中 才能体现出来 而一个人 要与他人合作 做的事 就一定要对他人有帮助 对社会有贡献 否则 即便他拥有再多东西 对于别人而言 他存在的意义就是零 我们之前讲到 一位教师 如果只是为了占有统治地位 让自己显得重要 他就会斥责批评学生 那么这时候 只有他自己认为自己很重要 并不会得到学生的认同 相反 如果这位老师 拥有强烈社会责任感 愿意真心贡献力量 学生才会真正认可这位老师 老师也可以更大程度地发挥价值 他的存在也才有意义 在阿德勒看来 那些陷入自卑情节 无法自拔的人 对生活意义的理解 往往是极端个人化的 他们的兴趣 往往只停留在自身 这就导致他们很难去帮助他人 与他人合作 那么 合作的技能在哪里学习 我们应该如何与人合作呢 阿德勒认为 合作最早源于家庭 家庭会让一个人 学会关心身边的人 与他人合作 一个人生下来 第一个接触到的就是母亲 婴幼儿一般也主要由母亲照顾 因此 合作首先是通过母亲的 言传身教来交给孩子 孩子伤心的时候 母亲温柔地拥抱他 吃东西的时候 母亲微笑赞许 每一个细节都让孩子喜欢他 愿意与他合作 不仅如此 母亲还要懂得让孩子多和他的父亲打交道 鼓励孩子离开自己 走出家门和小朋友玩耍 然后将信任和友谊拓展开 直到整个社会 相反 如果母亲只对自己感兴趣 会导致她对孩子的控制和竞争 比如 她会对孩子说 离开我 你连饭都吃不上 你爸根本不管你 说这样的话 好让孩子依赖自己 而不是孩子的父亲 让自己显得更重要 更受欢迎 这样的母亲 根本无法教导孩子和其他人平等合作 无法拓展孩子和其他人的联系 更别说发展合作能力了 一旦孩子离开了母亲 比如说去上学 问题就有可能发生 孩子会希望把妈妈拖在身边 她可能撒娇 哭泣 或者装病 来获得妈妈的关注 另一方面 她也有可能发脾气 和妈妈顶嘴 这也是寻求关注的表现 在家庭生活中 父亲和母亲的作用同样重要 一个孩子对婚姻最初的概念 就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 如果父亲和母亲能平等合作 孩子就能学会将来如何与配偶 以及其他人好好相处 假如父母当中有一方 总是想着嫁于另一方 比如父亲脾气暴躁 觉得家里所有人必须对他言听计从 那么孩子就有可能认为 婚姻就是一种奴役 或者成熟关系 可见家庭合作非常重要 而父母之间的合作 更是孩子学习合作的榜样 当然 如果你在家庭当中 没有很好的学到合作 也不等于你一定不会合作 正如阿德勒所说 这取决于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比如在一些二胎家庭 父母不懂得平衡关系 弟弟妹妹的到来 让大孩子受到的关注减少 有些大孩子会把父母的行为理解为 弟弟妹妹太小 需要照顾 于是呢 帮父母一起照看弟弟妹妹 并因此培养了责任心 锻炼了合作能力 但是也有的孩子呢 觉得父母更喜欢弟弟妹妹 于是他总是努力去吸引父母的注意 成年后他也更容易去和他人比较和竞争 这就是个人的解读对人的影响 除了家庭的影响 学校的老师 同学 以及社会关系的影响 也是不容忽视的 即便成年之后 我们也依然可以通过学习 增强自己的合作能力 因为任何时候 我们都可以重新解读经历 好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自卑与超越这本书的内容 人人都有自卑感和优越感 自卑感和优越感的存在 是我们追求卓越的推动力 它促使我们克服困难 超越自我 而想要克服自卑 实现超越 我们就得确立自己生活的目标 找到生活的意义 阿德勒认为 生活的意义 不能是自己一个人的意义 我们想要生存 就要与他人合作 而合作就需要我们对他人有帮助 对社会有贡献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找到克服自卑的真正力量